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的是 2009年元月5号的这一天 连生活佛特别有南下高雄 可说是马不停蹄的关怀各个道场 高雄的堂主盛其临接 更欢迎的是圣尊的父亲 卢尔顺师公也来到了高雄 在这个时候 高雄的大义学会同门 早就在佛堂挤得水泄不通 所以我们现在就赶快来听 连生活佛在第一站的 高雄大义学会的宝贵开示 来高雄 因为高雄是自己的 住了19年的地方 我爸爸在这里 我爸爸在这里 我爸爸本来 他也是在高雄电力公司 他本来就是高雄 我本来就是住在台江波西亚陶尖 电力公司的宿舍 林心怀怒七十七路 他前面 过一条路就是求庭路 求庭路报名 那一阵就是在心心戏宴 那是新年孤来 心心轻 那求庭路好像是他的家 年级上司 年级上司 他就叫他求庭路 在心心戏宴 那在那边住了十九 十九十九年 小学是读大同国小 大同国好 高中是高四二中毕业 但是因为我在二中留级 所以到了高四三中 读职业训练班 成绩还不错 那时候在职业训练班的时候 我成绩很好 因为大家通通都不好 所以我才好 然后呢就 考上了高雄高工 高雄高工 高雄高工 读助功课 再来就是因为没有钱读大学 所以没有考大学 没有没有考大学 没有考大学 就去考京校 京校就在台中 所以又搬到台中去 所以高雄段上高工的语练 高雄读助教 这样子啦 到高雄 觉得很亲切 那么 来这个大义协会呢 是看看同门 跨党的 他本来想做护摩 但是这个护摩一做 可能就吃晚饭了 当然是欢迎了 但是别的地方不欢迎 尤其是大中堂 大中堂 比一点的 哦 超超越的 这样啦 到一个堂 给发问一个问题 我就以这个问题 那么来做 这个稍微讲一下话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够求师尊做阿弥陀佛大威德金刚的灌顶 不晓得可不可以 哦 这个是有关联的哦 这个阿弥陀佛 文之师尼 文之师尼大威德金刚 这是三轮 三轮 三轮呢 这个教令轮 就是这个 大威德金刚 然后祖尊就是阿弥陀佛 那么文之师尼菩萨 这三轮呢 可以讲是一个罐 一罐 那么可以的 好 我们谢谢师尊 那因为我们大威德金刚 是很大一轮 那我们有准备法照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我们是不是再一次热烈掌声 谢谢师尊 谢谢师尊 那 就是说在我们修行的过程 然后整个一样 才能够真正能契入第一地 我想这个 还是就是 可能小师尊 是不是在批评一下 谢谢 这个问题是最大的问题 哈哈哈 因为第一地 是 可以讲 他不讲方便 方便 他本身来讲 我们佛教里面 他有 几个系统 有几个系统 一个是剥叶的系统 一个是中观的系统 一个是维世的系统 这三个系统里面 都有他的所谓第一意 第一意 那么二圣 二圣就是小圣 小圣 佛教 他们也有第一意 根据佛所说的 所谓的第一意 在密教里面 应该是属于 这个 法界 法界体性质 法界体性质 也可以说是平等性质 这三个质 平等性 大圆 禁 法界体性 这个都是定义的象征 妙观察制 是人间所有一切的智慧 剥裂的一切的智慧 是妙观察 成所作 是属于一切的事业 不空 是成所作 一切的事业 不给他空掉 是成所作 那么第一意 我曾经有写了很多本书 都是在这个阐述 第一意 那么很多人 世界各地的同盟 都写来他的本身的心 那么我分成 非常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 很接近 接近 就分这个等级啊 把这个等级给他分出来 如果是回信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那等于是在红心的边缘 红心的边缘 红心的边缘 那大家 我们知道我们生活中现在啊 也有几个人 也有几个人 是郑重红心的 一个完全我没有教他过的 他是这个大连的 中国大陆大连的 中国大陆大连 这个就是莲花浩蜜 莲花浩蜜 还有一个是上师 我没有讲他的名称 我现在没有讲他 他是用一次 用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点到最后 终于 点到最后